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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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 我中文名字叫音韵喬 英文名字大家可以直接叫我Charles 我今天的topic就是給大家分享一下 即將release的Qt5 它裡面會有哪些全新的功能 以及Qt5和Qt4 他們在開發model上面 採用了哪些新的流程 然後我們簡單地來展望一下 看Qt的future 因為Qt大家都知道 它有很波折的history 所以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在Qt Brisbane的研發中心 已經在09年加入 到今年已經差不多三年多一點 曾經參加的Qt的項目就是 09年剛加入這個研發中心的時候 短暫維護過Qt cycle 然後我後來傳送給奧斯路的team 後來Qt Brisbane主要負責了Qt mobility的開發 然後我加入了Qt mobility裡面的屏幕組件 開發ContextOrganizer Verset Verset就是一些V卡的導入 導出Context的Calendar的一些信息 然後還有Feedback的研發 2010年左右加入了QML的core team 負責QMLTest最新的那個Canvas組件 對Canvas組件就是和HTML5裡面的Canvas是兼容的語法 但只是用在QML裡面 然後為Qquick2重寫了animation部分的部分代碼 然後做一些後期的調整 下面是我個人的一些聯絡方式 大家可以歡迎用任何一個聯絡方式來跟我聯繫 或探討一些Qt相關的或其他open source相關的話題 這就是 那麼Qt5它主要的開發模型的一個改變 就是把原來Qt是在一個原代碼倉庫裡面的 所有的一個巨大的一個代碼包 然後download下來 然後一個統一的build 統一的版本 sauce control 然後由於到了Qt4開發階段 大家會發現這個項目已經本身已經變得越來越龐大了 已經不是那麼Qt了 so我們能把它分成一些小的piece 然後這就是在右側就是羅列出來的 Qt5裡面的一些主要核心的一些Gt REPL 然後下面這個 然後Qt5.Gt這個是一個封裝hyper的一個parenter repo 大家可以直接Gt clone這個Qt5的Gt 然後不用再單獨的一一的clone那個所有的整個的list 然後用一個pro的腳本 unit repository就可以自動幫你把所有的Qt5的代碼download下來 Qt5的所有的這些model裡面呢 我們被分類成了兩類 一類是基本的模塊 另外一類是一些擴展的附加的一些模塊 基本的模塊大體的架構就是這個圖所列的 就是把實際上去掉了很多原來Qt4裡面在核心模塊的一些東西 比如XML相關的還有甚至Qwidget 就是核心支配地位的一些 像在Qt5之上呢 我們會有四個直接依賴於Qt5的模塊 Test CQ是兩個和基本上和Gray界面支持 不是關係不是很大的一些模塊 然後處於核心位置的是Network和Gray圖形界面的模塊 在這之上呢 QML和Qquick依賴於它們 在Qt5裡面 我們把原來Qt4裡面的QtDeclative模塊 把它分成了兩部分 一類是和圖形界面無關的 QML語言本身把它單獨獨立出來作為一個模塊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建立在QtGray之上的一個 QML的圖形類庫 Qquick2.0 然後在這之上 在QML Qquick之上 會有 實際上所有的其他的Model都會有一個QML的API 這是Qt5和Qt4的一個最大的不同 然後處於在和基本模塊裡面呢 Multimedia和QwebKit 建立在這兩個模塊之上 由於Qt5的那個新的Feature 實在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不可能面面具道 我們就浮光略影或挑一些重點的 然後大家來分享一下 然後大家都知道Qt裡面 最獨特的是它的Signal Slot 它的事件驅動 這種異部的信號和槽函數的連接 這種松偶核的這種開發模式 那麼下面這個代碼 大家也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很傳統的 大家如果寫過Qt的代碼的話 幾乎在每一頁代碼裡面 每天就會寫很多這種Signal和Slot的Connect 那這個智能代碼呢 它 worked well 但是它有一些問題在 哪些問題呢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那個紅色的Signal和Slot 它是兩個 怎麼 台灣話怎麼說 是有聚集 是吧 像在大陸就說紅 所以可以 可能是不一樣 由於使用了這種 編譯器不可以檢查的這種聚集 所以它 解析出來的這種 Signal和Slot的function呢 它實際上都是 一個字符串 這個字符串呢 帶來的缺點就是 它直接就bypass了這個 compiler 所以你在編譯的時候 你不可能檢查任何你的type 這種錯誤或者是類型的不匹配 然後那會產生什麼樣的錯誤 什麼時候產生錯誤呢 而就是在你around time的時候 如果它發現 如果它發現這個兩個字符串不匹配 它就會 實際上這個connection就失效 然後給你一些warning 讓你程序工作不正常 那對於一個 C++這樣一個強類型的靜態語言來說 這種行為 是有點 反傳統的 是不可接受的 我們 應該盡可能的在編譯的時候 發現盡可能多的錯誤 這樣它在運行的時刻 就會有更少的這種隨機性的runtime的 這種error 所以這是問題之一 第二個問題呢就是 由於這種 也同樣是自負串的這種問題呢 你很難去type define一個函數指針 所以基本上這就不可能了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namespace namespace實際上 對於qt來說是一個老問題 主要的原因就是qt的預處理器那個mock 對namespace的支持不夠好 所以有些東西 C++標準的語法 它並不能handle 然後 當然這裡面呢 因為你使用了string 它也基本上也不可以用 也就是說你signal和slot裡面 你不可能用一個帶有namespace的一個class 函數定義 還有一個就是比較 比較嚴重的呢就是 會有一些潛在的性能損失 因為它這個string都是runtime去解析的 但runtime解析呢 那qt裡面呢也做了一些盡可能的優化 比如它會有一些table-driven的 就是這種在mock編譯之後 它所有的這種這些字符串 都會以read-only的方式 然後被的索引存放在可執行文件的一些 一些止讀的文本區 然後這樣的話 大部分的signal slot的比較匹配 都是長量時間一些index的比較 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況 或者是你動態的去invoke一個方法的時候 還是需要去做這種 運行時的粗算的解析和比較 這就帶來了一些性能的一些損失 那麼qt5帶來了什麼呢 那qt5就基本上 把原來的這種劣勢完全取消了 我們看到signal slot這樣的聚集定義已經沒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C++標準的成員函數指針 然後我們看這個代碼也 也比乾淨整潔了許多 大家一定能知道這個照片是誰了 這C++的老大 他比較知名的是他對這個C裡面 這種聚集這種預處理這種定義 bypass編譯器的這種功能 是非常非常的不在場 甚至有點厭惡的感覺 所以他非常後悔 甚至非常後悔我做C++的時候沒有禁止 沒有把C的這種聚集的這種定義方式 是給他禁止掉 所以他就鼓勵大家用其他的 authentive way 就是template 或者其他的定義方式來不要使用這個東西 那我想這不是他告訴我的 我猜他會認為這個Q的這個改進 符合他的水美觀 那這樣的話我們來詳細解析一下 這種新的語法 他給我們帶來了哪些一些benefit 首先呢它是編譯器可以檢查了 因為它是一個具體的一個C++的靜態類型 然後所有的錯誤將產生編譯器的錯誤 然後拼寫錯誤或者類型不匹配 或者是你做一些代碼的重構 然後在你大部分IDE裡面 如果你做一些代碼的重構 它可以通過C++的語法解析來發現 你所有的那種代碼的定義的地方 但如果是字符章 就沒有辦法了 那有了這個功能之後呢 因為有了類型 你還可以做更多的編譯器的檢查 比如這種esthetic asset之類的 而且還可以做C++內建支持的自動的類型轉換 比如一些兼容的類型轉換 整數到double或者是字符章到qvariant之類的轉換 那就想當然的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支持了 甚至於呢 因為你使用了函數指針 那麼不僅僅是成員函數指針 任何函數都可以成為slot函數 所以有了這個之後呢 那個cute mock所要求的slot和qslot這種聚集 都已經不再是必需品了 所以整個開發就簡單了許多 另外一個好處呢 就是在我們C++11的這個 由於支持的這種lambda函數 我們甚至於可以在寫qt的signal slot的時候 用這種直接編寫這種匿名函數 我想那個JavaScript的fans 非常熟悉這種風格 對吧 用C++呢最新的版本 也可以讓你享受這種一部編成的快樂 那剛才說了C++11 這是C++11 在qt對它的一些支持 除了剛才的理名函數之外 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的改善 主要是對於性能方面的一些改善 特別是在qt裡面 qt裡面非常引以為好的性能非常卓越的 qstream方面的一些優化 有了這個C++11的時候 我們那個unicode字符串的定義 可以在編譯器編譯的時候完成 就是它的初始化 字符串的分配初始化 通通都在編譯的時候完成 然後它就在運行時刻 很多的比較啊 就比如那個const export內容 這種比較就可以完全的是長量時間 等價於兩個整數的比較 還有一些其他的C++11的一些功能 都可以在qt裡使用 唯一的要求是什麼 在你的qmake裡面 加上最後這麼一句 config就是那個C++11 加上這個支持 讓它qmake會幫你 對各種不同的本地平台的編譯器 加上那個相對應的編譯開關 否則的話是默認的時候 是不開啟的 因為畢竟是一個比較新的feature 另外一個新增的 對於qcore裡面新增的function 就是json的支持 由一組這種函數來支持 這種json的使用解析讀寫 然後這個json的支持呢 在qt的基本模組裡面 基本上沒有被怎麼使用 雖然qml可以使用 這種json相關的value 來和它的內部的javascript引擎來通訊 但是使用的最多的是一個 在qt的擴展庫裡面的 叫qjsondb的這麼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就是非常新 然後介紹的不是非常多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它是一個使用qt 建立在json庫之上的一個 相當高性能的keyvaluedb 是另外一種keyvaluedb 然後對qt的整個的 就是底層設施啊 類庫啊支持的非常的非常的好 它可以做這種local的這種keyvaluedb 也可以做那種client server方式的keyvaluedb 這個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項目 得到了很多人的關注 但是還沒有很多廣告告知它 那重點就是qt的重點是它的圖形界面庫 圖形界面庫這裡我們看到 這是這是q5裡面 這種qgree這個模組的 它的一個大體上的一個high level的一個架構 我們可以從底往上來看 底下呢就是在各個不同的平台之上 我們有一個統一的平台抽象層 這個平台抽象層 在qt4之前是一個research project 它叫lighthouse燈塔項目 然後這個項目就是 它的目的是 使qt的cross platform的能力 再進一個台階 也就是說它把所有和平台相關的這些部分 加一個很深的這個層 然後你要putting的時候 你只需要putting這個qpa的接口 然後不需要在這裡這裡加很多補丁 然後你就可以很平滑的 putting到一個新的平台上去了 然後而且這個能力已經得到了很好的證明 待會我們來看 在這個這層之上呢 然後這個藍色的部分是 qgrid裡面一些核心的一些類和藉口 主要有那個 這些是和OpenGL相關 在OpenGL2.0的這種協議的基礎上 會提供一些window啊 screen啊 surface的這個標準類 來供上層來使用 然後右側這些是一些傳統的 qt4帶過來的傳統的一些 圖形界面的類褲 比如字體處理啊 圖片啊 輸入法啊 然後一些2D繪圖的這種這種類褲 qpainter 然後在這之上呢 我們會有一個相當於是兩大類 一類是OpenGL enabled 一類是傳統的 roaster引擎相關的東西 在傳統的上面之上 我們持qquick 老的qquick1的這種代碼褲 和傳統的我們的qwidgets 然後在新的這個 OpenGL enabled的這個抽象之上 我們會有一個 ThemGraph的一個渲染 OpenGL之上的2D渲染的這種 硬件加速層 這個ThemGraph呢 它按照概念是應當屬於qgrid的 但是在q5 5.0的這個階段 它還是stay在這個 QML和qquick的reporter裡面 以後是有可能會 轉移到qgrid裡面 然後ThemGraph的支持之上呢 就直接支持了qquick2和qwidgets 而不需要像q4裡面的更多的 這個圖形頁面的中間層 下面我們來簡單看一下 這個qpa的這種抽象層 可以說這個qpa 或者我們說lighthouse項目 它是整個quite可以移植的 一個非常關鍵的組成部分 然後在quite4之前 我們看quite4代碼 大家如果有看過的話 我們會看到很多 這種靜態的平台相關的代碼 比如帶著一些下滑線的 我Mac相關的Windows實現 我那個Windows相關的 Windows類的實現 或者其他的一些細節的實現 然後有些呢 分散在各個的上層的類之中 比如說OpenGL一些相關的實現 或者一些輸入法 字體相關的handle 這都是分散在各個地方 然後有了qpa之後 把這些都通通的放在 這一個統一的平台抽象層裡面 那麼有了這個之後呢 可以做什麼 你可以做任何 基本上你可以potting到任何 你想像得到的地方 這個例子就是 這個項目 一個社區項目 叫qqcq 大家不要看成coco 這個是 大家看到 看像Maseca一樣的這個東西 實際上是ask 就是把一個qt 整個這種圖形界面的酷 把它potting在一個終端裡面 大家可以直接用 任何的ssh 或者是文本的ternet terminal 去connect上去 然後運行任何 supposed to run 需要X11 或者是OpenGL的這些 这些application 它就会运行在这种效果里面 crazy 所以这就受了它的一个能力 然后另外一个呢 你很多人有很多想法 你甚至于可以把它实现为一个web server 或者把rendor为htm5 有一个已经实际上已经有类似的 GTK和Qt都有类似的一种实现 GTK的叫codename叫broadway 然后那个qt的有一个简单的实现 叫qhtml 它都可以把grey直接给你rendor远程 推送到你的browser里面去 这就是抽象带来的这种魔力 另外一个approve是 大家知道对价已经收购了qt了 从nokia手里收购了qt 然后它在它的announce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Digia plans to quickly enable qt on android iOS and windows 8 platform 它为什么敢说可以quickly enable 因为它知道qt有这个能力 这不是说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做这种往这些平台上移植的问题 而是说你有没有这个意愿去做 而且即使你没有意愿 社区也会帮你再做 大家知道应当是Android的iOS这种平台 已经有社区项目 已经很活跃地为他们做开发 但要把它作为正式项目只需要一些小的polish就可以 然后对windows 8 它为什么没有mentionwindows phone 8 I don't know 但是也是可以enable的 这是没有问题 windows phone 8是支持native code 这是目前qt5的最新的代码里 所能够支持的底层的platform 有corker是formac directfb forlinux eGL for那种底层的linuxglo平台 然后还有其他的 像xcb是linux的那个weiline backend windows平台 qnx 最有趣的是那个minimal平台 minimal平台它实际上是 把所有的qt的output gradeoutput给重写到一个qimage里面 就是特别在你做测试的时候 特别有用 我们知道如果是 你要automatic的这种测试 做后台做测试 如果有UI这种来交互的话 使这个测试的困难程度 要增加一个数量级 而且对硬件的要求也非常高 比如说因为qquick和q5 对OpenGL的要求是一个基本要求 也就是说没有OpenGL 2.0以上的版本支持 是qt是不能run的 qml所有的qml程序也是不能run的 那么如果你想远程测试在虚拟机里测试 如果它对OpenGL支持很差 或者是根本没有支持 那么你如何run 那么你这时候就要看 minimal和minimalGL 来支持你的这个程序了 它可以很安静地运行在后台 产生结果输出到一个qmage里面去 然后这是通过qpa qpa所handle的所有的这些功能 也就是说如果你自己写一个qt的port 就移植到一个很security的一个 你的一个平台里面去 那么你可以做哪些事情 你可以重写自己的事件的dispatcher invent dispatcher 所以如果你想你比较Jalaxy Node.js的EYO 你可以把那个EYO实现为qt的事件分配器 这是都是可以的 然后这些其他的字体平台的各种 paint engine OpenGL的实现 包括一些输入法 主题 platform theme之类的 你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出向层来做 所有上层的累都和这个没有关系 所以你实现了这个之后 只要在你的命令行有一个 有一个命令行开关 就可以使用你的这个平台 而大体上就是 这么一个 接口 叫qplatform integration 你要实现这个接口 最小的要求是要实现 这三个程序的函数 那么你要实现一个 event dispatcher 你可以用qt default event dispatcher 你要实现一个顶层的window 一个图形的一个window的一个框子container 你要实现一个用于2D的backing stall backing stall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什么是backing stall 它会优化一个2D printing的一个性能的一个Qt特有的一个技术 下面这些都是可选的 比方说在你写一个minimal的一个QPA的移植的时候 这些你都可以暂时不用管它 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去实现 这就是很简单的QPA的一种最小的要求 就这么简单 另外一个QtGrid 我们刚才已经说 OpenGL已经是一个核心的部分了 所以再把QtOpenGL作为一个单独的model 放在QtGrid的外面 已经不是那么make sense了 所以我们就把大部分的OpenGL的function feature 给它莫及进QtGrid里面去了 然后有一些原来的一些Qt4里面的一些class 就是QtGL什么什么 现在Qt5里面就QtOpenGL 提供的feature是差不多的 然后如果你还需要source compatibility 就是移植你的原来的程序 它会原来的QtOpenGL还提供 作为一个扩展的模块来提供 那这个好处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只需要一个QtGrid的一个library 而且它去掉了一些 不是非常必须的QtOpenGL的一些feature QtGrid只是非常非常薄的 对QtOpenGL的一个分钟 然后直接建立在那个平台抽象层之上 所以这就对性能和那个memory的那种使用 都有一些比较大的提升 那这是刚才我们介绍了那个QtGrid的一些性功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Qt5里面的一个重头器 QtQML和Qquick 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如果你只是看source code 或不看底层的实现的话 给你的印象就是说 我把那个原来QtDeclative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叫QQML 另外一部分叫Qquick 那就好像是怎么 有一个这个我们看 就好像是怎么写的呢 然后类似于大家一个开玩笑 开定意识怎么写出来呢 就把Q换成Cat 那Qquick2怎么写出来呢 Looks like就是把Qdeclative换成Qquick 其实不是啊 很多内部做了很多的工作 哪些工作呢 我们下面来回顾一下 这是Q4里面的QML和Qquick的一个架构 那使用的技术呢 就是说使用了来自于WebKit的JavaScript Core 然后在这之上呢 我们还有一个QScript的封装 然后在图形部分呢 在QGrid之上我们使用Qpainter 然后Qpainter之上的QgraphicsView 然后这在之上我们才提供了Qquick的 所有的图形界面元素 然后这个带来的问题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想做一些 性能硬件加速和性能的优化 我们无法直接通过QML上层 来使用OpenGL的一些function 因为全部被Qpainter API给屏蔽住了 这样就对优化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种困难 然后除非你打破这种API的这种界线 然后打破API的界线呢 这就使用几个代码就失去了可维护性 然后在Q5里面呢 大体上我们实现了这样一个新的架构 在QML部分这是和Grid无关的部分 把它们和Grid相关的部分彻底分开 彻底分开之后就是成为QML和Qquick成为两个 完全独立的模组 完全独立的模组 然后对于QML来说呢 我们替换掉了JavaScript Core 部分原因呢 就是JavaScript Core是 它一个是它的API 它不是为了给Sed Party用户来用的 它是给WebKit来用的 所以它的API是没有很好的policy 而且非常不stable 它那个Apple来控制它 Apple控制它在它变更的时候 它不给任何promise 所以你只有fork它 而在QQuick4里面呢 我们实际上fork了两份JavaScript 一份给Q的script 另外一份给WebKit 所以这是非常的painful的一件事情 然后在Q5里面呢 我们就把它完全的替换成了Google的V8 大家都知道V8 very popular 大家看V4是什么东西 有开车的关系吧 VPowerful的引颈 V4轻辆级的引颈 那我们自己这个轻量级的主要用来做绑定 在这之上呢 我们的编译器优化器一部分 然后新元素这部分 Qt grid之上 我们Gl surface 然后在这之上一个2D的script 大家如果面OpenGL游戏的话 ThinkGraph的这种概念 Qt借鉴了它里面的一些先进的成分 然后用拿来借于UI的渲染 这个UI 我们提供了QmQquick 对QML提出了说Q great了 只依赖于Q 大家有什么闪现出来什么 QML也是一个编辑漂亮的 以UI的这么一个通用的语言 就Node.js出现之前 Jalstrip是产生界面效果 辅助性的 Node.js出现之后 一切都变成了一种新星 看起来也发生在 因为已经不选合图形库 而且很多非常 CIS和QML 异步等等这些 个人的观念来看 事件模型 Signal Slot模式 语法上要比Node.js的 一张程序员来接受 这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去 另外一个引擎 为引擎 这里面是通过一个model来提供的 Q.js 对它有更多的images 然后Q.js 所以中间层取消了 同样强了这种 直接说服引擎的这种能力 这是我刚才提到的 内部的帮定优化 它在它专用的里面 它比V.js要 Virtual Machine Bitcode 这些产生Q.js 但是它只能用 对帮定里面 另外一个优化 QML的加载 大家 很快 对吧 但其实如果你 洗的话 你因为很多QML的code QML里面会loading 很多这种 之类的东西 之后它的loading 就启动的时间 其实这时候 很多东西都已经ready 如果是可以支持 分布就现成在那 Dedicate 就立即使用 发载 可以体验 类似于 加载多少 显示多少 这种 现在也可以做到 手动的 create Components 这种loading方式 或者指定这个 async 来 其他的一些小的 property 大家都知道 QVariant里面的 对于 一个 一个 类型 Word里面 强 类型 所以这里面 在 那Qt Var 它们之间 有很好的 这种 Match 在KM 在KM 有的 Var property 因为它 Match Object 不能够talk Signal Slot 都无法做 在Qt 这一点 所以 被取消了 所有的东西 Javscript 所以 这就更简单了 直类型 比如color 你不需要 再写自己 序列化 只要声明为 标准在 Javscript 里面 API Javscript Import JS实现了 自己的 大量的 使用了 Javscript 自己的 标准来说 是Import 所以 实现者 如果需要 都必须 自 Graph来重写 Cplus 也原来 Binary 提供了 几个新的 对 Cplus 非常的少 这是 很多争议 Rim 它 就同时 提供和 Kman API 所以 就 为什么 这里面 有一个 就是 如果 我们 所有提供 对应的 Cplus API Quick 2 是不可能 出现的 这种 Signgraph 非常大的 技术变更 你完全 就被 付出了 你甚至 只能 原来的 东西 想做 是 Q5 你只需要 改一个 绝大部分 你为 KML 写的程序 都可以 出里面去 四 Signgraph 这是 Signgraph 一个大体验图 Signgraph 我们再也不 这些抽象层 而是直接 硬件 实现上 是有 Linked的 大家看不见 这边是可以 看到 太好了 这个概念 就是 在右侧 这是 Atom 形成一个 竖形的 结构 Signgraph 它会有 一个 就是 完全地 做到 Main Thread 所以 天然的 这种 快和 Main 然后它会 对应 QMI Node 层次 结构 它这个 我Signgraph 在有这个 Render Node 在Render 的时候 给它 有一些 有一些 名啊 或者有些 类的 一些操作 许多 优化 我就 重复的活动 比如说 我底下 一个 屏蔽了 底下 还有 超出 边缘 是 半透明 我们都可以 在全的 Render 这些 这些部分 很多相同的 我觉 我们知道 它在 一个 类似于 一个P 状态的 硬件 画三角形 很多三角形 在你要 统一的 提交过 这个过程中 提交三角形 是很快的 但是 Main Memory 把它 这个过程 是一个 偏少 你最有flush 那个 那个 DL Draw Array 这个 能提高 性能 所以这时候 我们状态的 分析它 相同的状态 我们可以把它 摸进去 就可以 提高它的性能 完全不可能的 因为 上次把它屏蔽了 所以每一个 一个GL 是非常的严重 一切 就有解决 这些Node的类型 有一个定层 Node 或者对于 透明 Transform的 变形 都会有特殊 我之所以分成 对相同组 把它在 然后这是它 一些Public API Public API 你可以编写 自己的扩展 另外一个 Pick2的增强 就是 QQuick 的阶段 接受到 Compline 就是 保识很好 可是 什么都是 一种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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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Canvas 的图形 Laborator 那么我们 就是这一点 Nizitem 指定它的 到这里面 从这里开始 完全 不用变个 Five的 Canvas 而为什么 有Contest 同时也有一个 还没有Open的 就是 准备做WebGL 的Canvas 来提供 我们在 Canvas 基础上 发语法之外 我们还提供了 一些支持 比如说 订定RainTargets 我们的MemoryAQ 或者是 RainTar FrameBuffer Objects里面 你可以选 如果 看 可以它 缺少一些 Fature 那种 一些功能的话 你 或者是 你想做 RainTar 你就可以 Image 的Backhand 然后它支持 各种渲染 或者是 做的渲染 或者是 来进行渲染 都可以 最后一个 RainTar RainTar 就是说 我们可以有一个 窗口的大小 我们可以有一个 大小 但是呢 这个需要你分配 来去 来去 Handle它 去管理这种 这种映射 游戏里面 有一个视角的窗口 那你只要 你并不需要 把整个视野地图 你的电脑里面去 移动的时候 我们会进行 分片了 再进行渲染 再进行渲染 而且会进行 一些预渲 你就不会 那种浪费的 这种渲染 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 是 Animation 以这种动画 但是 Animation 的Animation Framework 也念 Animation 来说太重了 因为 它在QQuick里面 写几个码 实际上 它在内部 QOption的Tray 而 有一个问题是 Q Framework 它用自己的 Q一套 结构 在QQuick里面 有一个 一个声明的 一个Tray Double Waste 就浪费了 这种资源 所以我们再 把它重写掉 就是内部 不再使来做 执行 这种Animation 保持它 不变 新的 这种 新的小的 feature 的增进 Tax 也同样 就是Tax 在所有的图形 里面 是非常一个东西 就是 很难 对它进行 Reading 克服了 一些 实现了 使用OpenGL 的feature 方便大家来 待会我们 看一下Demo 这是写一个 小工具 Release 我们用 运行非常快 如果你写Unitest 以前 大家握着 然后去写 这就非常的 有了 QQuick的 在QM里 基本上 QQuick 很简单的封装 和数据驱动 用的feature 和model 简单的 就哈了自己 一些扩展的模块 大家可以 它的扩展模块 都有哪些 底下我高量的 这些是 比较值得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 看几个 有趣的 区 这是 Tax的渲染 在 Tax放大的时候 OpenGL的 我们可以进行 高质量的这种 表面 表面 你可以看到 非常 在这之前 在这 Fall的话 你自己 非常的模糊 有个非常 我们才重写的 Q2的 我们给 一个Demo 这些代表 缓的时间来写 主要Q2里面 所带的一些 Talender 好像只换我的时间 这是我们写的 用了程 差不多用了研码 两个人 用到了 Multimate 音音和 一些 所有这些 Talender 一起 release 大家可以 这个 example 目录 然后他们有很多 就是非常 完善 大家可以 去 去 去 try 然后这样 是非常 来帮助你 学习 这个里面 闪光的地方 就是 系统来 做出来的 效果 啊 Shader 嗯 Transition 就是 就是在我们删除一个item 你可以自定义的一些动画 CANVAS的一个实用了 XMLDATE就直接从得到数据 然后把它减 把它的这种股票的曲线 然后像一个固块 大家也是可以看到 就是Bunny 这个Demo 它使用了Q Graphic 这个Q Graphic Effects都没有 全部都是用Q 可以实现的所有的效果演示给大家了 对Q Mathemedia Video 做各种的这种转换 性能都是性能的损失 这个Video上面的这个代码 这个效果的这个代码 这是Color变更 不乐而笑 不乐而笑 OK 这个Demo 就看到网络上去的这种 有Studio的一个Channel 然后 酒 我们可以 objective 这个会训组 都很明显 我们下来 什么 这个 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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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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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社区项目 代码其实不是由某一个公司 而是整个社区 进到我们这种项目 所以QQQUIC的现在也是 大概在会有一个非常完整的 desktop的components 在QT Labs的blog里一个desktop 大家可以去用非常的 但是之前的code在维护 然后这一全部是 那这个大陆team和那个 核林的team会 大陆那是核心的team 然后有些 Triotech的员工 现在也仍然是核心developer 比较 是做 现在是QQQU的维护者 还有一些 Meta新的语法的 Olive现在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是很active的在贡献 然后我Briseman team 很多人 一些邀请或者是 我们当然 还是 这个工作 但是 我觉得 如果 open source项目 是 community 他的生命力会更强一点 而对QQ的未来是件好事 跟你们都做得真的很好 管理的问题 但是呢 因为就是管理的问题 到这个QT的时候 遇到很多人都觉得 现在很多东西 所以他们也觉得 技术本身是有不安的 这是我们在内容的问题 虽然跟他们说 现在就是open很多东西 但是技术做行情 你觉得 会好一点的情况 就是 现在DGR 他拿留这个 比较好一点呢 就是关于Nokia comments的 因为我 这我不会做任何 因为这个也不是 员工 所以我也 我当然hoved 这要多因素 那样 未来会怎么样 只能是 just control myself 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他有 比方说Python 然后第二个问题 QT之前在支援 他们之间从 Bono过来 像 电话台媒体 那请问一下 他有 他是从底层开始 说他是更 high level 去接近 你能重复第一个问题 Person的bonding Bonding是一个完全的 它不是部分 它不属于 不受任何 相当于GTK 不是Red Hat 它不属于一个 QT资产 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 fono 自媒体的一部分 但是 4.H 也fono了 然后开发 它主要是因为在 一个QMobility的 他很多的 一些事没有考虑到 然后所以QMultimedia 相当于是要 进来 大普这一个 一个project 里面 QMultimedia 已经经过了 一个之后 它的 更符合 QT的原则 所以 Multimedia 是一个 多媒体的 一个 对这个是 很多人 现在最后一个问题吧 我已经拖了很久 我喜欢 QT5 什么时候Release QT5的 Release了 然后 Final的Release 乐观的预期 实际上 Code 我们 没有 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 大家可以看 主要的讨论是 我们有一个 QProject 自己Build的一个 OpenSource Build的一个 自己Commercial 这个做Release 要有一定的 质量的 FinalRelease 然后现在 有一个好的趋势 就是 这个作为 磨叠的一部分 全部都归 Daja 所以会只形成 一个 不需要 DoubleTest List过程 会加快许多 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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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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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